风景临界的科学家 史维登堡献给世人最伟大的礼物 王忠宁翻译 史维登堡 1688年至1772年 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大学修习语言学 数学 矿物学 天文学 生物学与神学 在自然科学与矿物学方面的研究 着然有成 在当时被视为与牛顿同等级的科学家 但在57岁的心灵体验后 摇身一变成为灵能者 神秘学家 根据他的住宿 在那之后的27年间 他都能自由进出灵界 直升于天堂与地狱 并将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他的大部分灵界住宿的记录 现由大英博物馆珍藏 他在书中写道 要有人代替我研究我打算研究的科学课题 是非常容易的 但灵界的真相不是学问或知识 而是关于永恒生命的重大问题 这种特别的使命 比我作为科学家能贡献的东西 重要千倍万倍 1780年代首次有研究史维登堡的学会诞生 他的影响力不止限于直系弟子 也为巴尔扎克 波特莱尔 爱莫生 叶茨等大作家提供了灵感 著作被翻读为多国语言 并长期占据畅销书排行榜 包括天堂与地狱 自然事物的原理 灵魂世界的秩序 新耶路撒冷 神志与神爱 神律论 编者简介史维登堡研究会 研究史维登堡思想的组织 不属于任何宗教的教派 有各种各样不同背景的人组成 宗旨是让更多人分享到史维登堡给予的礼物 希望大家都能透过这把钥匙 过着更为充实幸福的人生 译者为王忠宁 文化大学韩语系毕业 亦有荣竹 海啸 我是超级单字书 在相敌与热烈人生 面对面 彩虹园里等数 前言 史维登堡留给我们的伟大礼物 天才科学家史维登堡留给人类的礼物 是什么呢 他给我们的是人人都不可或缺的心灵礼物 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中 很多圣贤 宗教与文化领袖 都留下了珍贵教诲 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还是有种种大问题 人生中也还是充满疑问 到处都充满了恐惧与绝望 整个人生中 最确实的一件事 恐怕就是每个人都有意思 没有人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活着的生命都会死 而似乎也没有人 能将死后的世界说个清楚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肉体生命的终结 就是人生的结束 当然 各个宗教的教义 都有提及死后的世界或永生 但 从对这些教义嗤之以鼻的人 到一辈子过着前程生活的信徒 面对死后的世界 大多还是会感到极大的恐惧 因为 连死后的下一刻 会发生什么事 都根本不清楚 然而 这本书坚决称 死后有永恒的世界 若这是真的 必须符合如下的前提条件 一 必须存在一个死亡后生活的世界 二 那个世界必须永恒存在 三 想尽了世上寿命之后的老人家 到了那个死后世界 必须恢复青春才行 这一切真有可能吗 自有人类以来 死亡就是人类恐惧的事情 就算偶尔有人接触到了 死后世界的遗愈 也没有人 能将那个世界的细节 一一描绘出来 然而 有一个人 一个接受到上天使命的人 对死后的世界 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他就是 18世纪瑞典的天才科学家 伊曼友 史维登堡 他在57岁时 到过约30年间 都能自由往来灵界 他以科学观点来分析自己的体验 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灵界体验 与相关的人生道理传播出去 这帮助了人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如果能知道 史维登堡的灵界体验 对死亡的恐惧就一下子全消失了 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 而是让人可能诞生到一个更光明的世界中 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不但不会害怕 还能更积极去过人生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礼物了 如果世上真有重返青春的秘诀 相信很多人都愿意付出巨资购买 健康长寿也是人追求的最大幸福之一 自有人类以来 对健康长寿的方法研究就从未断过 未来也还会继续下去 然而 这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死后的确有永恒世界在等待我们 这样的好消息 如果能确信这件事 那么 人生该多么喜悦 有活力 有意义 使为登堡如此描绘 他所担负的任务 造物主 让我自由往来与死后的世界 也就是灵界 这可以说是个空前绝后的奇迹 这样的奇迹 在其他人身上几乎从未发生过 虽然 远古时期曾有人 与天使直接对话的例子 但他们还是没办法直接进入灵界详细调查 就像我在人世能看 能听 能触摸一样 我在那个世界中也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看 去听 去触摸 去与灵对话 透过这样的奇迹 我亲身体验到天界中各种惊人的事实 因为这奇迹 我才可以同时生活在天上与人世 掌握灵界的所有真相 我知道神给了我什么样的使命 我的使命 就是让世人明确知道 并相信死后的世界存在 不要让他们因无知 落入地狱 而是要让他们都进天堂 史维登堡留下的这些记录 就是他留给当代后世的最大礼物 也相当于他的遗言 我们对人生终极问题 人生意义等问题的烦恼 都可以透过这本书得到解释 我死后会怎么样 若真有死后世界 那么也真有天堂与地狱的分别吗 若真有天堂与地狱 那我会去哪一边 我有灵魂吗 若真有 它长得怎么样 我跟我所爱的那些人 死后还能相见吗 我在这人世间的生活 跟死后世界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想要到天堂去 在人世是不是要做些什么事 这本书试图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 还画出了一幅很好的人生难途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 翻开这本书的各位 人生都是受到了祝福的 各位的恐惧能变为欢喜 绝望能变为感谢 能够用小朋友等待交由的心情 充满幸福与希望的迎接 在另一个世界的重任 我们带着尽可能让更多人 受到使为登堡留下的 这份伟大礼物的心情 尽以来编程这本书 我们相信透过这本书 各位都可以获取到 对另一个世界 对生命本质重要的知识 忠心希望它 能确实提升各位的生活 成为大家追求幸福